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来真实意 诱三千大千世界 幽影暗处三途众生 闻我此奏皆得离苦 有诸菩萨未皆出住者 树令得故 乃至令得十柱地故 诱令得到佛地故 自然成就三十相八十随行好 诱三千大千世界 幽影得暗处 就是说这个世界上 有地方是有光明 有的地方是没有光明 好 那我们知道太阳照不到地方 或者没有灯地方 这都是属于幽影的暗的地方 那三途众生呢 就是地狱恶鬼畜生 闻我此奏皆得离苦 也能够远离一切的苦恼 大悲神奏不但对人有所利益 对三途众生呢 他也有利益的 有诸菩萨未皆出住者 树令得故 这是说修行的人 有很多发菩提心的菩萨 他修行六波罗密 但是还没有登初柱 就是十柱里面的初柱 他的程度还没能够升到初柱的阶级 如果能够持送大悲咒 就能够得到初柱以上的果位 乃至令得十柱地故 乃至初柱二柱三柱 乃至十柱地都能够成就 柱和地怎么讲呢 柱就是入理般若名为柱 般若就是圣人清净无分别的智慧 如果我们都要见到真理的智慧 我们就得到这个智慧 你就能安住在真理上不动 叫做柱 这就是入了圣位的时候叫出柱 那他就不是反复了 那地呢 在前面有讲过 柱身功德名为地 他能安住在真理以后 又能够建立很多利益众生 及利益自己的功德 这个时候就叫做地 见真理叫做柱 又能够出身功德叫做地 像大地能够生长万物 你见到真理以后 能生出来的种种功德叫做地 如果我们能够持送大悲咒 就能够成就我们圆满佛的境界 一切功德都能够圆满 自然成就三十二项 自然就是说 很容易的意识 不是很难 你就可以成就佛的相貌 三十二项八十随好 另外有八十种随形 就是随旧的普遍 佛的周身 普遍都是特别庄严 所以叫做好 若身闻人闻此陀罗尼 一经而泽 修行书写此陀罗尼者 以直之心如法而住者 是沙门果不求之的 若圣文人闻此陀罗尼 一经而泽 圣文人要是听闻佛的音声 听闻佛的法语 而悟道人 这个人 若闻此陀罗尼 一经而泽 一经过他的耳 修行书写此陀罗尼者 他能够修行 又能够书写这个陀罗尼 去流传 以直之心如法而住者 就是用诚实 真实的心如法而住 就是依试念处而住 四沙门果不求智德 前面有讲到四沙门果 就是出国二国三国四国 不求智德就是说 不是很难 很容易就可以成就 若三千大千世界内 山河十壁四大海水 能令永废 须米山及铁围山 能令遥动 又令碎如围城 其中众生悉令方无上菩提心 若三千大千世界内 山河十壁 这个三千大千世界内 有很多山啊 有很多河啊 十壁 还有四大海水 有东西南北四大海水 能令永废 里面大悲咒的时候 能令四大海水滚起来 是有这种力量的 须米山及铁围山 这些山是世界上最高的山 能令遥动 连高山都可以遥动了 又令碎如围城 其中众生 悉令发无上菩提心 最后我们在念大悲咒者 能令一切众生呢 发无上菩提心 它是有这种作用 若诸众生 现世主愿者 于三七日 见识灾见